今年是我在政府工作第42年 而為香港建設一所讓公務員有歸屬感的學院 一直是我的夢想 藉今天這個機會 我想就學院的未來發展提出幾點意見 首先超過18萬名公務員的工作要發揮得好 團隊精神至為重要 各自偉珍、謙缺合作 亦都是不少人對於政府部門的詬病 公務員學院需要通過學習、培訓、交流、分享 建立Aspirit de corps 增強公務員對於政府的歸屬感 對作為公務員團隊一員的自豪感 建立全政府的工作態度 共同為市民服務 第二 加入公務員行列的人 追求的不應該只是一份安穩的工作 而是為民服務的使命感 使命感既可以與生俱來 但亦都可以後天培養 公務員學院應該提供具啟發性 具感染力的課程和活動 使得各級公務員都能夠以一份使命感 理職盡責獲得廣大市民的信任 第三 隨著香港港版國安法的執行 和完善選舉制度落實 香港已經由亂轉治 現在是聚焦發展的時候 無論是推進國家十四五規劃干擾中 支持香港發展的八個中心 或者徹底解決土地、房屋、醫療等社會問題 公務員 特別是處於領導地位的同事 都需要有願景、有承擔 以短、中、長期的措施為香港規劃未來 公務員學院需要加強領導才能的培訓 並通過與相關的海內外機構聯繫和合作 提升公務員的國際視野和政治觸覺 加強他們對於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的了解 以九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為目標 確保管治能夠與時並進 第四 近年香港社會出現的種種問題 讓我們重新思索價值教育的重要性 對公務員來說 廉政奉公、大公無私和誠信 是同事應有的品格 價值教育應當從小做起 亦與家庭教育及學校教育物不可分 如何通過入職後培訓提升正確的價值觀 將是公務員學院需要盡早 認真研究的範疇 最後 亦是最重要的 就是通過公務員學院的培訓 增強公務員的國家觀念、國安意識 讓他們有足夠的志氣和底氣 履行公務員宣誓時候 對於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承諾 香港特色雅